呕 呕 克莱恩蹲在那里 难以遏制地呕吐着 因为没吃早餐 很快就吐光了存货 这时 一个很像卷烟盒子的吸铁色方形小狐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失去瓶塞的口部散发出类似于烟草 消毒水 薄荷叶等混杂的味道 让克莱恩的鼻子豁然发呛 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 浓烈的恶臭依旧缭绕于四周 但克莱恩再不觉得反胃 呕吐很快停止 他顺着那吸铁色方形小狐往上 看见了一只苍白不像活人的手 看见了黑色风衣的袖管 看见了气质冰冷阴暗的收尸人弗莱 谢谢 克莱恩彻底缓了过来 以手撑膝 重新站起 弗莱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 习惯就好了 他将吸铁小狐的瓶口塞好 放入口袋里 转身走向了那具高度腐烂的老妇人尸体 在没戴手套的情况下 直接开始了检查 而邓恩 史密斯和伦纳德 米切尔正绕着房间漫步 时不时触碰一下桌面和报刊 老妮尔则捏着鼻子 立在门外 嗡声嗡气地抱怨道 太恶心了 我这个月要申请补贴 邓恩回过头来 边用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手摸了下壁炉旁边的墙灰 边望向克莱恩道 这里熟悉吗 克莱恩屏住呼吸 于脑海勾勒出自身银白怀表的样子 使身心都宁静了下来 本就处于灵式状态的他立刻就有了不同的感受 眼前豁然闪过了一幅来自记忆最深处的画面 壁炉 摇椅 桌子 报纸 秀气斑斑的门上铁钉 镶嵌着白银的吸管 这画面昏沉阴暗 就像地球上的纪录片 但更加模糊 更为虚幻 他迅速与克莱恩眼前所见的一切重叠 那似曾相识 似乎来过的感觉明显呈现 虚幻又飘忽的嘶喊又一次穿透无形的壁垒而来 霍纳其斯 弗雷格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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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点熟悉 克莱恩如实回答 脑袋有些刺痛 只好赶紧再眉心轻敲了两下 霍纳其斯 原主日记里出现过的霍纳其斯山脉 那是从安提哥努斯家族笔记里解读出的内容 刚才的耳语和以前某次很像 都涉及了霍纳其斯这个名词 这 这是在引诱吗 克莱恩悚然一惊 不敢再深思 怕自己步入失控的轨道 邓恩微微点头 走到橱柜前方 呼得伸手 拉开了上面的木门 内中的面包长上了霉菌 旁边将死着七八只灰色的 绒毛发印的老鼠 伦纳德 你下楼去找巡逻的警察 弄清楚这里的情况 邓恩吩咐起队员 好的 伦纳德转身离开了屋子 邓恩随即打开两间卧室的门 仔细搜查了一遍 等他确认没有发现线索 以及安提哥努斯家族的笔记后 收尸人扶来直起腰腿 用随身携带的白色手帕擦拭着双手道 死亡超过五天 没有外伤 也没有超凡力量造成的显著影响 具体原因必须等待进一步的检查 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 邓恩转头望向老尼尔和克莱恩 早脱离灵式状态的两人同时摇头 除了有个死人 这里一切正常 不 刚开始有无形的力量密封了房间 你知道的 我们使用仪式魔法时 常常有相仿的操作 老尼尔想了几秒 补充说道 邓恩正要开口 忽然望向了门外 过了几秒 克莱恩和老尼尔才察觉到什么 转身看着楼梯拐角 又过几秒 细微的脚步声逐渐变大 伦纳德和一位警员走了上来 这位警员闻到恶臭 脸色微变 当即配合特别行动部的同事敲开二楼住户的门 大致问清楚了三楼的情况 片刻之后 带着银色2V尖章的他看着摇椅上的死尸道 凯蒂 斯蒂芬娜 比伯 55岁到60岁之间 寡妇 和儿子瑞尔 比伯共同租住在这里超过十年 他的丈夫生前是位珠宝匠人 他的儿子大概30岁 没有妻子 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 周心一磅15苏勒左右 据他们的邻居讲 已经超过一周没遇到他们了 描述到这里 克莱恩已知道接下来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失踪的 更准确说是不知道去了哪里的 瑞尔 比伯 那本古老的笔记很可能就在他的身上 有瑞尔 比伯的照片吗 邓恩望向警员 他扮演的是位高级督察 不过这也不能叫假扮 因为警察部门的档案上 他确实是高级督察 薪水与补贴都是按照这个来的 当然 不包含教会那部分 警员略显紧张的摇头道 不知道 必须回分局寻找一下 正常来说 我们不可能给每个家伙都留下照片 我明白了 你继续去询问一楼的住户 详细询问 邓恩下了命令 看着那名警员 他关上大门 转头对老尼尔道 接下来交给你了 否则就要让这里的住户安眠 从他们的梦境里寻找瑞尔 比伯的模样了 嗯 我不是太信任根据口述完成的绘图 老尼尔点了点头 从那身黑色古典长袍的腰间暗带里取出几个拇指大小的瓶子 将里面的液体按照一定顺序洒向了四周 紧接着 他又撵出一把粉末 绕着自身洒了一圈 奇怪的 刺鼻的味道蒸腾散发 并未受到房间内恶臭的影响 而克莱恩却突然感觉老尼尔深周多了一圈无形的力量 将他与环境 与自己等人分隔开来的力量 就像这间房屋之前的状态 老尼尔半闭住眼睛 嘴巴细动 念起了低沉而含糊的皱纹 克莱恩一下没准备好 只隐约听见了我祈求女神的力量 我期待黑夜的眷顾 呜 突然刮动的风从窗户钻入 吹起了那些粉末 克莱恩心头呼的一阵 皮肤上的疙瘩全部凸了出来 只觉某种难以描述的 让人不敢直视的 极端恐怖的味道迅速弥漫 他的脑袋有所混乱 又紧绷着无法放松 就如同做了一套高难度数学题后的状态 突然 老尼尔的眼睛睁开 眼眸一片漆黑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根吸水钢笔 就着桌上的废纸 刷刷刷画了起来 动作快得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克莱恩宁目望去 只见一张身眼窝 高鼻梁的面孔迅速呈现了出来 等到天然卷的短发完成 老尼尔在画像下方书写了一行单词 黑色的头发 深蓝色的眼睛 嘴巴左侧有颗全尺假牙 啪哒 老尼尔手中的钢笔倒于纸上 他的身体随之抽搐了几下 这就是房间内残留的瑞尔 彼薄模样 眼眸颜色很快恢复正常的老尼尔低语着说了一句 然后 他回到刚才的位置 缓慢地缘处转了一圈 那种无形的 间隔的力量顿时消散 化作一阵微风吹开 赞美女神 老尼尔在胸口连点了四下 凑成了飞红之月的形状 克莱恩的精神放松了下来 观察得更加仔细 发现瑞尔 彼薄的五官没什么特殊 气质也相当平和 只是鼻子两侧的法令纹明显下垂 我试一试能不能用补障巡物法 他拿起那张画像 翻找出卧室内的男性衣物 将他们都扑于地上 邓恩 伦纳德和老尼尔都没有阻止 看着他将相应的黑色手杖处在衣物和画像之上 收尸人弗莱一如既往的沉默 褐色转黑 克莱恩目光深幽地完成默念 松开了手掌 黑色手杖安静一立 就像插入了地板 瑞尔 彼薄的位置 克莱恩于心中再次默念 乌的风声里 那手杖倒了下去 可到的过程中 他一直改变着方向 最终变成了绕支点小幅度旋转 在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帮助的情况下 这跟相应的黑色手杖又重新站稳了 克莱恩试了几次 都是同样的结局 只能对着邓恩和老尼尔摇了摇头 有诡异的力量干扰了自己的占卜 邓恩将黑色手套取下 对伦纳德和克莱恩道 你们拿着瑞尔 彼薄的画像去询问这里的住户 做最后的确认 接着以谋杀母亲的名义通缉她 好的 克莱恩握住手杖 弯腰拾取了那副画像 等到邻居们都确认画像上的人 确实是瑞尔 彼薄 邓恩让伦纳德和警员 去警局完成手续 自己则和弗莱前网亭根市的几处酒吧 通过地下渠道找人 克莱恩和老尼尔坐公共马车返回了黑经济安保公司 这时还不到八点 罗山上未抵达 关上大门 克莱恩侧头看向老尼尔 半是疑惑半是请教的问道 为什么我 我会将安提哥努斯家族的笔记送到瑞尔 彼薄家里 这与维尔奇住所到铁十字街完全不是一个方向 老尼尔走到沙发位置 呵呵笑道 这不是非常明显吗 你们不知道是触动了笔记内的力量 还是好奇做了他描述的某些仪式 招惹到了不该招惹的诡异存在 而这力量 这存在的目的是将笔记送给瑞尔 彼薄 并且断掉所有线索 不让任何人发现 于是 除了被挑中的你 维尔奇和纳亚都当场自杀了 你 坦白地讲 我现在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能活下来 我也不知道 克莱恩跟随坐下 故意苦笑着回答 您对事情经过的猜测 我也想到了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笔记给瑞尔 彼薄 老尼尔贪首道 或许他的出生灵数符合要求 也或许他是安提哥努斯家族仅存的后裔 总之 有太多的可能 那本笔记为什么会被卖到我们停根式 应该也有类似的原因 我认为是后裔这种 克莱恩一下恍然 旋即叹息道 可惜我没有第一时间察觉 瑞尔 彼薄和那本笔记都不见了 老尼尔笑了笑道 这是邓恩需要烦恼的问题 对你来说 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 克莱恩疑惑皱眉 这件好事 有点 Nh ρ尔 彼薄 跟陈金